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看这个风格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够脱口而出 这应该是毕加索的作品吧 的确是 作为在西方当代派最具代表性的立体画派的人物 毕加索的作品在艺术界拍卖界都是享有着非常权威的价格 和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的程度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作品叫做坐在窗边的女人 她在美国纽约的加士德最新的拍卖当中 用这个美元的价格折算是1.034亿美元拍成的 而且时间只有19分钟 虽说这个1.034亿的价格对于毕加索来说不算是最高的 她有5件作品 就现在在拍卖品市场当中拍出的有5件都是上亿的 但是在5月多份这件事情呢却具有代表性 因为有整整两年的时间 因为疫情拍卖品市场当中是比较萧涩的一个冬季的感觉 所以毕加索的作品一出来拍出天价之后就有这么两个说法 一方面呢是说随着疫情之后啊 这个经济复苏 我们在看到艺术界已经带动了至少是能拍出两年当中 唯一的一个上亿元的产品和物品了啊 那另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毕加索的确是最康拍的一个作品 甭管什么时候只要拿出来都能够有这种好的价格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呢叫做坐在窗边的女人 这个是毕加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经常画到的 她一个叫做Mary的一个情妇 她一生当中为这个情人画了100多幅的作品 而且价格都很高 稍后的时间我会慢慢的给大家讲的 那大家就看不懂了 作为她所有的这个上亿的作品当中 这个也已经过亿了 大家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作品上亿呢 如果让一个小朋友来临摹的话 似乎每个人都能画出来 很多人甚至吐槽说 这简直是儿童般的笔触啊 又丑陋又简单 难道毕加索的情妇就真的长这样吗 还有一种说法说能拍1.034亿说明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艺术品行业太浮夸了 很多人都是拿这个洗钱的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 其实呀如果今天大家听我讲完毕加索的故事 以及她的艺术创作就会明白 为什么她的作品会这么贵 以及她的这个故事当中 有哪些让我们不得不感慨 哎的确是毕加索的地方 好我们之前其实也曾经和大家讲过 像是佛里达还有梵高 以前我讲到的这个西方艺术家 通常都是非常潦倒凄苦的一生 而且特别短暂 通常呢是一生当中的作品都是卖不出去的 等到死了之后才能够有这个风光的这个价格 反正是自己享受不到 但是毕加索和我之前讲的所有艺术家都不一样 他除了有这个92岁的长寿生命之外 在92年的这个创作生涯当中啊 他也画了大概有38000多幅的作品 而且在现在当代的历史上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说了吗 上亿的作品就有5个 这还不算很多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绝对不会拿出来拍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毕加索到底有一些什么过人之处 让他能够具有这么高的市场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 我们今天讲毕加索先从他的冷知识开始讲起 因为他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个冷知识 就是他的名字有多长 通常啊西班牙人的名字是这样的 孩子取的名字再加上父姓母姓三个在一起 就能够构成一个全部的名字了 如果父母的姓都很长的话 孩子的名字也会是很长的 那么通常呢也都会被称之为是简称 毕加索的名字有多长呢 我们打出一个中文让大家看看 据说他的名字的中文字一共有54个 是所有我们知道的西方的艺术大师当中名字最长的 但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画家把自己的画作签完 画完之后别人说哎呀毕加索大师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吧 然后他开始签全名 他打打打打打打 估计一个签名就得写两分钟的时间 或者中间把某一部分给就落掉了 所以后来毕加索就把自己名字简写了一下 简称呢就是我们后来所说到的这个巴伯罗毕加索 一般他签名的时候就签这样的一个皮卡索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简单的一个叫法 这第一个冷知识 他是名字最长的人 第二个冷知识呢 就是毕加索呢也是一个时尚达人 他不单单是艺术家 他也戴红了一种衣服 这种衣服呢 就是我今天穿的这种海浑衫 海浑衫呢 其实最早是法国水手在西北部地区的一个水手们穿的衣服 那么后来呢变成法国这个海军的军防衣服了 为什么要这种蓝白条呢 据说是因为这种电蓝色啊 一染上去之后呢 可以特别能够经历的住这个风霜的侵蚀 所以在海上 不管是有多么大的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的衣服颜色是不会变色的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法国的这个军装的颜色 当然谁都可以穿啊 那毕加索呢 就是一个酷爱海浑衫的人 大家看啊 现在做的所有跟毕加索有关的东西啊 都穿的是海浑衫 甚至连盲盒当中 如果他们要做成毕加索的造型呢 也都是这个条 只不过人家这个条是有讲究的 通常所说到的就是什么 14条蓝 13条黑 每一个间隔是一厘米之类的 我们穿的这个都是 都是不正确的一个防板了啊 那因为毕加索特别爱穿嘛 他除了自己穿之外 他还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把这个海浑衫的灵魂运用到了极致 他笔下的画家也会穿着海浑衫 甚至他笔下的一些 变换成其他造型的人物图形等等 都会有这个海浑衫的 这样的一些标志在里面 那么从这个20世纪初期 毕加索开始穿之后 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明星都喜欢穿 不管是什么清纯的澳大利赫本 还是这个性感的玛丽安梦露 都是把这个海浑衫穿在身上 而他的带红者呢 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毕加索 所以要说到第二个 他的冷知识呢 就是他是一个时尚和艺术 结合的特别好的一个人物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他的特点 这个第三个特点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作为一个艺术大师 一辈子啊 他也是这个情感当中特别丰富的人 所以我选了这张照片 绝对是一个情场当中的浪子 毕加索一生当中 虽然只结过两次婚 可是他交过的这个女朋友 谈过的这个情人啊 拥有过的情人 就只说我们知道名字的就不下八九个之多 但是你要说毕加索是一个花心的人 也不是他的这个恋爱标准都特别统一 20岁的时候找的是17岁的女模特 80岁的时候找的还是20出头的女模特 可见艺术家对于美的这个眼光一直都是没有变过的 都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他去搭讪女孩的方式呢 也是特别简单 就我们现在看来觉得是最俗的那种 就是你好小姐 我觉得你的脸长得很有特色 他通常不会说你长得特别美 他都说你长得特别有特色 很像我画过的某幅画 不如让我来给你做幅画吧 不管是他去酒吧 他去喝咖啡 他去看画展 他去任何一个地方 但凡是他能看得上眼的美女啊 他都用这句话来勾搭 那毕竟毕加索成名太早了 三十出头就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 所以就他借着这个毕加索的这个名义 随便去跟那些女孩们说话 都是照加不住的 而且他的眼光也特别厉害 选的都是那些本身就很喜欢艺术的 所以听说哇 毕加索都要给我画像了 那行好吧 画吧 画着画着 就这个坠入到爱河当中了 一辈子都是这样 但是大家知道吗 毕加索爱过的这些女人 给他们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也是特别大的 据说毕加索有家暴的这个倾向 后来曾经有人出书介绍过 这一会儿我在说 在他所有交往过的这些女孩子当中 有精神崩溃的一个 为他自杀的就有两个 我们先来看看毕加索这样的人 他算得上是一个身体特别好 精力也特别充沛的人 换言之也就是说放到现在的话 我估计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对象 能够把自己一个漫长的一生 全部都概括过去的 所以一定会有那么两三段不同的爱情 但你说两三段要是不同的时期 也是可以接受 问题就是毕加索从来都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 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 让我想到我们原来看那个大话西游里面 牛魔王的夫人说这个至尊宝的话 当年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 叫人家小甜甜 现在就把人家叫牛夫人了 毕加索就这样一个人 大家可以看看他的画 当他爱一个女孩的时候 他的画就特别明快 即便这个女孩是变形的 他也是充满着那种浪漫美好和可爱的气质 但是如果当他和这个女伴侣的关系 发展到一个充满着矛盾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看他就把人家姑娘丑化起来 他有一个最著名的话 叫做什么罗拉的眼泪 哭泣的那种女人 他就把那个脸画到了一个极致变形的时候 这个画的是一个忧伤的女孩 这个还好 再到看后来他做的那种都是非常 就是这个 这个他画的是他曾经爱过的一个女孩 叫罗拉的 后来就这个哭泣的罗拉 就变形成这样了 你说这女孩能不生气吗 被画成像鬼一样的一个人 可是就这样的画 依旧卖了非常高的价格 也是几句有艺术性的 那我也不想宣认毕加索这一生 有什么样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几段 他的这个婚姻当中比较特别的地方 先讲第一段 毕加索其实结婚并不是很早 1918年他当年已经是37岁了 毕加索就跟这姑娘结婚了 是俄罗斯的一位著名的舞蹈家 他也是除了自己画画之外 还给人家到法国来演出的 这样的一些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团 去做那些舞台的设计之类的 就认识这个女孩了 觉得她气质特别的高 就很爱 很爱就结婚了 毕加索最牛的一点 我要讲到了就是 刚才那个姑娘 她跟人家虽然结婚几年之后就不喜欢了 可是她不离婚 为什么 因为当时在法国 她跟这女孩签了一个东西 是说她的作品 还有她的钱 所有的东西 一旦离婚要分一半 所以她就硬是夯着夯着 夯到把那女孩给夯死了 也没离婚 这样的话 她的财产就不会分出去了 所以后来说 毕加索离世的时候 有300多亿的财产 为什么呢 就因为她的钱都没有分给过任何人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她的情人当中最知名的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那女孩 当时认识毕加索的时候 只有17岁 又是个17岁的女孩 这是她的情人 名字叫做玛丽特雷莎乌尔特 乌尔特长着一头短短的黄色头发 据说他们认识的时候 她才17岁 特别的漂亮 可爱 很浪漫的一个姑娘 当年的毕加索已经45岁了 两个人的相遇 也是要以我来给你画画 这样的一个搭讪成功的 在那个时期 毕加索很爱这姑娘的时候 创作了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 这幅画叫做梦 在毕加索的作品当中 是她的这个粉红时期的代表作 毕加索的作品 基本上有三个时期 年轻时期的就是 叫做蓝色异域时期 之后呢 是这个粉红色时期 浪漫画作比较多 再之后就是立体派时期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梦 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作品 这个呢 是她画的玛丽 还有今天我们刚才说的 最早拍卖的一个 加世德最新的拍卖 眼兽画的是玛丽 刚刚的作品呢 就被誉为是毕加索的作品当中 精神和肉体最完美的一个结合 也是窗户边的一个姑娘 像是做梦一样 闭着双眼 然后她的头是侧着的 似乎是在要亲吻毕加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梦当中 这个女孩的头是侧面的 然后她的头被分开了 对不对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淘心型的脸吧 但是有专家解读 说上面这一部分呢 是毕加索的身体当中的某个器官 这么一想 我觉得有点恶心啊 这是艺术大师们的这个分析 所以这些讲起来呢 她的话当中 如果去把她的结构解读的话 都有一些我们可能一般人 暂时没有看出来的地方 当然 即便是如此灵与爱的结合 毕加索也没跟她在一起 好好的待几年 过了几年之后 毕加索就厌倦了 玩腻了 又看上了另外的一个姑娘 所以这女孩啊 大概跟她在一起只交往了四年 就没有办法忍受了 因为到后面就是眼泪啊 伤心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呃 家暴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应接而来 而且毕加索也已经晚上经常住到外面去 不跟他住了 当然话说回来 他跟毕加索 玛丽跟毕加索谈的时候呢 毕加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正房的妻子的 所以你有想毕加索的这个生活都是三四鬼 同时进行非常乱的一个状态 要说到的就是玛丽被她影响有多大 虽然毕加索画了一百多幅的玛丽 很爱她 作品也都非常的出名 可是真正的离别之后呢 就再没有见过 一直到1973年 毕加索去世之后的四年 这姑娘选在 她跟毕加索认识50周年纪念的那一天 开枪自杀 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 她从17岁认识毕加索 就成为她一生当中的一个结 一直没有过去 到67岁她离开的时候 这个结才算是全部的结束 她选择和毕加索认识的那一天的那一年 50周年纪念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看 艺术大师 骇人也是不浅的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也是特别值得一说的 当然现在我应该叫她阿姨了 那么这个是1943年的时候 已经62岁的毕加索认识了22岁的弗朗西斯吉洛特 这个女孩叫做吉洛特 她是一个酷爱哲学 酷爱这个艺术的一个女性 所以她一下子就被毕加索的那个艺术的那种 创作的才华 以及她这个风趣幽默的方式所吸引 虽然她知道跟毕加索在一起没什么好事 用我们现在话说 渣男的这个知名度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没办法 她的那个画作就是有这么吸引她的这种魅力 所以她也开始跟毕加索交往 但这女孩特别聪明的是 她一直没有特别深的陷入其中 她说毕加索后来给她画画 大家可以看这个画的背后 穿着海浑衫的那个 就毕加索在那坐着 毕加索经常会把她画成一个龙虾的样子 为什么呢 说这姑娘她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她和一般的女孩不一样 她不会臣服于毕加索 她在和毕加索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始终保持着这种独立自我的这一片 所以虽然两个人相爱的时候 她创作了很多以吉洛特为背景的这个画作 但是当他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 这女孩也没什么说的 二话没说收拾东西就走了 当然这其中她也给人生了两个孩子 这就是其他的后话了 那么她离开十年的时间里 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我和毕加索的生活 书里面吉洛特非常详尽的描绘了 大家看到的艺术家 所不知道的那种阴暗的一面 比如毕加索的性格有多么的暴躁 虽然她非常有艺术才华 可是她在家里面对女性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她有多么的大男子主义等等等等 这本书一出之后 直接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的语言 然后在英语当中 英语的版本卖了一百多万册 是后来很多人去专门研究毕加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 当然这个行为也是激怒了毕加索 直接导致两个人决裂 甚至于连他们两个人共同生 生的这个孩子也都是不认了 大家看到生了两个孩子也都不认了 所以但是我们要说到的是吉洛特绝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他们虽然度过了这么一短的这个时光 但后来他完全能够摆脱这个毕加索的阴影 没有被什么精神困扰 被折磨 也没有出现什么自杀的情况 不单单用毕加索换成了自己的这个书的版费 挣了很多的钱 而且在之后 他在这个年长年老之后 还创作了很多经典的画作 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在法国享有盛誉的艺术家 好 以上就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 关于毕加索创作当中的一些冷知识 以及他曾经交往过的这些女性们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 不单单是画作 画作之外更加丰富的一个毕加索 那么稍后我们来讲讲 为什么把他叫做大师 他的创作当中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周末一文志 和您继续来分享毕加索的一些故事 前半场我们主要讲到的是他的一些冷知识 和他的一些生活当中大家所不知道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毕加索的作品 如果说毕加索是一个画画的天才的话 那么天才一个词不足以概括他 还有就是努力和勤奋 这个是对于他艺术当中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成就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是作品最多的一位画家 当然了也是因为他比较长寿的原因 毕加索非常高产 他一生当中一共创作了三万八千多件的作品 油画有将近两千幅 素描有七千多幅 板画还有两万多幅 除此之外他还做一些什么陶瓷 手工一类的东西 有的甚至是到了六七十岁才开始学习的 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对于艺术的追求 都是无止境的 他的知名度有多高呢 现在大家出门去做一个民调 84%的人都是认识毕加索的 不管在哪个国家 说到你所知道的这个画家有谁 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毕加索 如果现在大家看觉得读不懂毕加索的话 就是你这不画的就是最简单的儿童的简笔画吗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说 凭什么卖一个亿的美元 但大家知道吗 毕加索其实很小就有了创作画画的这种天赋 而且画的已经很好了 我们来看看这是八岁的时候毕加索所创作的一幅作品 油画的叫做马背上的斗牛饰 颜色非常的明快 基调非常的简单 但是彰显了一个八岁的男孩对于色彩的这种运用 很多人说这一看就说明毕加索是一个绘画大师了 这是他八岁的 我们再往大看 到了12岁的时候 人家的素描就已经是这个水平了 所以当你现在看到毕加索的作品觉得 我也能画这不就儿童画吗 你看看人家 人家是一个从简入繁再从繁入简的一个过程 那毕加索是什么时候出名的呢 1896年他就画了一个自己的妈妈 起名叫做艺术家的母亲 你可以看到那个头发丝 我近看了一下 非常的有那种怎么说呢 阴暗的对比 好真实的感觉 那他其实真正的出名呢 是到了这个再大一些 14岁的时候他画了这幅画 这幅画好像叫做什么第一次的圣餐吧 画的就已经很像了 再往后他得奖的一幅作品叫做科学与仁慈 那他自己说毕加索说 他在上学的时候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去研究拉斐尔的作品 学拉斐尔画一些宗教的东西 他可以学的非常像 大家说后来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都怎么样想着去把这个画作画的简单 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更多象征意义的东西 所以同学们 以后我们不要再说毕加索的画又丑又简单了 其实人家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画的是我们根本一生也画不出来的东西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 刚才介绍了一些毕加索的成长的一些特点 我们来看看他的那些贵的画 到底是什么样的 和大家认识一下他粉红色时期创作的一个作品 叫做拿着烟斗的男孩 这个在他的作品当中 属于他这个上亿当中的第三季的 当时的成交价是1亿4170万美元成交 拿烟斗的男孩讲的是一个巴黎的劳动的男孩 拿着烟斗的样子 头上带着一串玫瑰花像带着一个王冠一样 这个是毕加索在他24岁的时候就画出来的一个杰作 那么颜色当中的是属于毕加索玫瑰色时期 粉红色时期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们再来看他的另外一个创造天价 就现在这个 是不是整个的线条勾勒都非常的简单 好像笔触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 这就是他画的那个著名的情人 玛丽的又一个作品 叫做裸体绿叶半身像 纽约加士德在2010年的时候 是以1.6亿美元拍成的 讲的就是他的这个创作的谬斯玛丽 玛丽是半裸着这个身体 像一个基座一样在底下 然后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一些盘旋的植物 这种树据说叫做爱之树 你可以看出来 毕加索在那个时期的确是对他这个情人 发自内心的那种爱蓬勃的那种创作的欲望 创造了他第二高的一个价值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作品 就是在如今这个流通拍卖市场当中 毕加索的作品里卖的最贵的一幅 叫做阿尔吉尔的女人欧版 在2015年的时候拍出了1.794美元的价格 于加士德来拍出来的 这幅画的特点是什么呢 整个颜色特别的明快 很多的这个几何立体图形构成的 其实是说在这个1834年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大师画过阿尔吉尔的女人 阿尔吉尔女人是什么呢 是说阿尔吉利亚有一个地方叫做阿尔吉尔 那么当时呢就画了这儿的贵妇 早在他之前的1834年的时候 就有一位叫做德拉克罗瓦的一个画家 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名画 那毕加索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呢 就是去改造大师们的经典作品 他对这个大师呢 其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的 那么后来呢 在某一年的时候他因为这个大师的离世 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是马蒂斯嘛 也是这个野兽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去世之后一敌一友的人去世 给他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 和对于死亡的那种恐惧 于是他就开始画这个阿尔吉尔的女人 为什么说这个欧版是最贵的呢 因为他开始从A版开始画就画了很多个版本 一共15个版本 A版B版C版D版就一直画到欧版 最后他才满意 那么这幅被拍出天价的就是最后的欧版 这也是这个毕加索所有这个立体派这个画作的一个经典的巅峰之作 有着这样的一个向前辈致敬的意思 又有着他自己所开创的这种立体派的这种体积感和分量感 所以是他所有流通市场当中最贵的 当然这只是说他流通的不流通的 还有很多价值就更高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毕加索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家当中 第一个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作品进入到卢浮宫当中的 那他进去的画是什么呢 是叫做亚威农的少女 这个是1906年的时候毕加索这个创作的一个画 你要是去看这个当代的西方美术的分析 对于这个亚威农少女有很多的讲解 我自己因为不太懂艺术这些东西 我也不敢造次在这乱说 简单点讲呢 就是他在这个形体上呢 非常的灵活多变 你看我说这个毕加索的时候 毕加索自己都倾倒了 估计我把他夸得太美了 好我们继续讲 那毕加索的他这个作品当中呢 就是把人的这种身体骨骼的层层分解 我们可以在一个平面当中看到随心所欲的 有正面 有侧面 有背面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的体型结构是随意拆开组合起来的 有可能有一个眼睛是正面的眼睛 然后有一个眼睛是侧面的眼睛被掰到前面来了 他就确定了一种这种全新的语言绘画的一种艺术 被称之为是立体派 所以这个亚威农的少女呢 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学术界 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代表作用的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个值得和大家讲的一个画作的特点 我刚才说了毕加索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儿童简笔画的大师 但他绝对不是说只会画简笔画这样的一个人 他的作品是一个由繁入简的过程 他在1945年的时候创作了这么一个系列的公牛 就是让大家看到一个山繁入简 你看他画牛 可以画到全身的各种肌肉线条都非常的清晰 他通过这11张图最后画出来 就是最简单的下面只有一个线条 有人说毕加索画画就像是挽掉了一个画当中的肉一样 慢慢的肉去掉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了越来越少的骨骼 他就是希望把这个一辈子就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简单 这就是什么大繁治简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吧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把一些事情不要想的太复杂 就像这种毕加索的艺术创作一样 简单反而会更有力量感 好我们接下来来讲今天要说到的另外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东西 那么毕加索的这个艺术创作除了是非常有这个经济的价值 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在精神层面的东西呢 我觉得是和平哥的创作 有人把这个毕加索叫做现代和平哥之父 因为和平哥的样子就是他画出来的 这也是有一个故事的 说是在这个1940年的时候 当时希特勒已经攻入到了这个法国巴黎 他们家邻居一个老爷爷 有一天就敲他家的门 手里抱着一只这个鸽子 然后祈求毕加索说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鸽子画出来 说这个老爷爷呢有一个孙子养了好多的鸽子 然后有一天他把鸽子放出去的时候 要把这个鸽子招回来 他平时招鸽子呢是用的是这个白色的纸条 然后那个信鸽看见以后就直接就回来了 结果那个小男孩想不行啊 我如果我把白色的这个布条挂出去 是不是这个这个法西斯纳粹就会认为我是要投降 所以他就拿一个红色的布条来吸引这些鸽子 结果呢就就被这个纳粹看到了 直接到他们家来把这个小孩给捅死了 捅死之后呢还把他养的所有鸽子都全部都杀光放光之类的 就剩下了这最后一个血淋淋的 老人回家看到这一幕是特别的伤心 就把鸽子拿着呈现给了这个毕加索 把这个故事讲给他 那毕加索听了之后呢也是那种愤怒之情 挥笔就画出了刚才的那个和平 那个鸽子 那是他最早创造的一个剪图的这个鸽子的样子 飞翔当中的 后来呢到了这个1950年的时候 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这个世界和平大会 然后毕加索又欣然的画了一个嘴里面闲着这个橄榄枝的鸽子 那么后来就有诗人给这样的一个鸽子命名为是和平鸽 所以从这个之后呢鸽子才被认为是这个和平的象征 到现在我们看一些国际性的活动啊都会放飞鸽子代表着和平 其实这也是来自于毕加索的一个创造吧 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 那我们来说最后一幅 在我心目当中我会对这个艺术家有所崇敬的地方 就是他所创作的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格尔尼亚 它是收藏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一个一个博物馆当中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品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毕加索这个人虽然在生活当中 我会认为用现代的话说他是什么渣男啊 或者生活作风不好的一个人 但他在艺术创作当中 或者说在对于这个世界观方面很多地方还是挺正的 比如说他在西班牙内战啊 还有这个纳粹占领法国期间 他是坚持的站在民主和正义以及进步的这一面的 这是讲到这个格尔尼亚当时的一个小镇 被这个铁蹄碾压过之后 他所画出来的东西 他也是画一些现实意义的东西 所以不光是那些曾经交往过的情人 但是他的现实的东西也是带有象征的 比如当他要表现这样的一场战争 留给民众的这种痛苦的时候 他就拿这个公牛象征着这样的一些侵略者 然后他拿这个马奔跑的这种马 象征着是被铁蹄所这样践踏的一个西班牙的这样一个领土 然后他用这个呐喊的这种母亲和人在哭的样子 以及孩子去表现战争的残酷 所以大家看这个作品当中 没有什么炮啊 没有弹啊 没有冰啊之类的 直接去表现战场的东西 但他全部表现的是战场当中的普通人 在经历过了这样的洗礼之后 所呐喊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惶恐的一面 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种战争的感觉是多么的可怕 据很多到现场看过的人说站在这幅有三四米宽的这样的一个画前面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种扑面而来的那样的一种战争洗礼的那种恐惧感 那我觉得这幅画放在博物馆当中去供人们去参观欣赏的时候 是会带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对于现代和平的这种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也差不多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毕加索经典的作品能够提纲写领的和大家来讲一下了 那在最后呢 特别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做毕加索的节目当中的一些感受 毕加索是一个天才 毋庸置疑 然后他的努力 我们从他这个多年画笔笔更不错也能够看出来 但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们在赞赏他的艺术作品的时候 不能仅仅是把他捧到神坛上说他有多么的了不起 其实可以看他的生活当中和一般人是一样的 甚至在某些对自己的要求上面还不如一般人 这一点是我们其实要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些凡人的一面的 再其次呢 他也是一个特别会经营的人 我们说酒香也怕巷子深 毕加索在那个年代就懂这个道理了 他的作品为什么卖得好呢 据说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害怕自己的作品不受欢迎 他就雇了十几个学生 便洒到当时法国的各大卖画的那种馆藏的地方去 然后让这些学生去了就问说 你们有没有这个毕加索的作品 人家听毕加索是谁不认识 结果不停的有人去问说有没有毕加索的作品 他问了之后就给那个收藏画的人有一个潜意识 这个毕加索这个作品是我们可以收藏的 再之后几个月之后毕加索再找人把他的画拿去卖 人家一听有毕加索的作品那就赶快收回来吧 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深懂营销之道的人 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创造三百多亿的这个财富 和他的这个聪明的脑官也是不无道理的 好讲了这么多让大家认识的一个立体全面的毕加索 至于大家爱不爱他呢 我相信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判断的 但是我相信他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艺术欣赏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再会啦